在中国的历史上 有三位被称之为千古一帝的皇帝 秦始皇 汉武帝和唐太宗 但是有一位皇帝 他的文治武功相比之下并不怎么出彩 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 他是一个被历史严重低估的皇帝 和三位千古一帝相比呢 也不狂多让 他就是被北方的游牧民族 称之为叫做圣人可汗的隋文帝杨坚 杨坚出生于洪农郡的杨氏 当初刘邦项羽楚汉之争 项羽自杀以后呢 大家开始抢夺项羽的尸体 杨坚的先祖叫做杨喜 因为抢夺了项羽的一条大腿 因此被封侯 自此就走上了一条显赫之路 在西汉时期 杨家就出了一位宰相 叫做杨厂 那杨家的富贵啊 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到了东汉的时候 杨氏家族呢 依然非常的强势 杨坚的第十四祖 叫做杨镇官居太尉 而且呢 杨家的连续友人 位居朝廷的三公之位 所以他们家和袁绍家 并称为四世三公 三国时期的杨修 也是出自这个杨氏家族 魏晋南北朝 杨坚的父亲杨忠 外出到泰山旅游 刚好呢 就碰到南梁的军队北伐 他呢 被抓到了江南 好在五年以后啊 他又跟着叛位的袁浩呢 回到了北魏 到了公元五百三十四年 杨忠就跟随着 史上最牛的老丈人 独孤姓 随着袁修跑到了西位 由于战功卓著 成为了西位的十二大将军之一 他在三十六岁的时候 生下了杨坚 据说杨坚生下来啊 紫气冲停 满屋都是紫色 额上啊 有五柱入顶 目光外射 首掌当中还有个王字 随书记载呢 有一个叫智仙的黎姑 对杨坚的母亲 女骨桃说 这孩子啊 不一般 不能够按照普通孩子去讲 所以呢 杨坚一直是跟着黎姑 长在寺庙里面 他平时啊 沉默寡言 有威严 上学的时候呢 同学都不敢跟他开玩笑 等到杨忠去世的时候 杨坚就沉吸了随国公的爵位 而他的女儿杨丽华 也被聘为太子宇文雲的太子妃 北周五帝宇文雍一年早逝 太子宇文雲呢 又是一个荒音无道的皇帝 他对自己的老丈人 十分的忌惮和低反 为了打压杨丽华 他同时呢 立了五个皇后 太多的人呢 好像都是活不长 再为两年呢 他就死了 但是因为死得太突然 没有留下遗诏 虽然一年前 他就已经把皇位 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叫做宇文产 自己做了太上皇 执掌朝政 但是小皇帝只有七八岁 总得有人辅政呢 于是呢 刘坊和正义 就假传诏书 让杨坚做了辅政大臣 因为这两个人 跟杨坚的关系不错 特别是正义 他还是杨坚的老同学 自此杨坚开始大权独揽 但是皇城内外 还有不少人 对着皇帝的宝座 是虎视眈眈的 所以反叛者是接二连三 小皇帝下得手足无措 杨坚为了防止 大权落入旁人之手 所以他就在剿灭叛乱之后 顺势就取代了贝州 建立了隋朝 他进位以后呢 宫西梁大突厥 南下成朝 有人拿着杨坚的画像 给陈淑宝看 陈淑宝吓得不敢看 杨坚让分崩离析 两百多年的中国 再一次统一 他丢掉了宇文泰赐给他的 普六儒的那个显卑性 恢复了汉性 开始促进北方的民族融合 杨坚自己呢是汉人 老丈人独孤姓是汉化的匈奴人 所以他的老婆独孤家罗 有一半的匈奴血统 女儿又嫁给了显卑王室 虽然不管哪一方 都觉得杨坚很亲近 对吧 所以他开科考 打击门法 让寒门学子也能够成为官吏 这个科举制度 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 直到清朝的末年 他采用的是三省六部制 是自秦始皇以来 重新确立了中央集权制 并且把它法制化 成为后世王朝主要制度的设计者 通水利 开运河 颁布军田制 修养百姓 他所开创的开放之制 其繁荣程度 不论是人口 经济 财富 都是远超前朝 到开皇十二年的时候 朝廷的钱粮多的都没地方放了 储备粮食居然可以达到五十年之用 其国力远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强 所以才有了唐石隋粮的假话 公元604年 63岁的杨坚被儿子杨广示伤 但是他开创的大隋朝 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十七年 却是沉截着我们即将到来的大唐盛世